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人上年约之后,脸上容易长斑打,因为新日代谢比较慢, 会导致我们的脸上、手上、胳膊上全是斑点。 虽然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些斑点一点都不长, 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预防这些斑点。 并且还可以使这些斑点慢慢的淡化消失。 今天给大家分享老周一推荐的一款去斑膏。 这款去斑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脸上的斑点、皱纹全部慢慢的消失了。 并且坚持服用,斑点全部消失不见了。 皱纹也减少了很多,让我们的气色红润起来了, 面部特别的好看,整个人都有精神, 使我们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 今天就把这款特别好的去斑膏推荐给大家,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盘桂园。 包桂园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需要耐心一些,一颗一颗的全部包完。 只要裹肉就可以,里面的裹仁呢,也需要去除的。 桂园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能够很好的补气补血美容养颜。 平时女性朋友们要多吃桂园的, 能够补气补血。 再准备一大把百合,加入清水。 我们用手搓洗搓洗,把百合清洗干净。 百合营养比较丰富,里面含有碳水化合物。 经常吃百合,能够补足气血,美容养颜,去淡斑。 再准备300克红枣。 我们抓洗抓洗,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洗的, 我们可以多洗几遍, 这样洗的红枣吃得比较放心。 红枣中的营养量是比较高的, 富含特别丰富的铁、维生素、蛋白质。 平时我们要多吃红枣, 补气补血、美容养颜。 红枣上是纤维、维生素都比较丰富的。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无论是煲汤、泡水喝, 职业吃得很不错。 枣壶需要去除的。 枣壶比较燥热,一定不要食用了。 我们把包好的桂圆果肉加进来, 百合也加进来, 再加入清水, 浸泡一个小时。 泡锅后的食材营养刚好示范出来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浸泡好了。 里面的食材蓬了很多, 这样就可以。 我们倒入锅里面。 水也不要浪费了, 一起加进来。 水更有营养的。 然后再加入一些水。 我们盖上盖子, 焖煮30分钟。 红枣桂圆百合, 煮汤很好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也焖煮得差不多了。 实在煮得比较软烂入味, 煮出香味,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关火。 我们倒入破壁机里面。 不需要提前量量大, 水和食材都要加进去。 然后我们直接搅打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放水, 多打两遍, 打成细腻的糊润。 多打两遍之后呢, 更加的细腻。 再倒入锅里面。 锅里一定要是无水无油大。 刚开的时候需要大火炒, 不停地翻炒, 这时候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一定要开大火不停地炒。 而且, 一定不能停, 停的话容易糊锅粘锅。 炒了五六分钟之后, 转小火炒, 这时候锅里呢, 已经有变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细腻, 而且水分也很少了, 比较粘稠了。 我们再继续炒, 不要着急地盛出来。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再继续炒一炒, 多炒一会儿。 炒好之后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特别的细腻。 我们聊聊一会儿, 大约30分钟的时候, 加入一大勺的蜂蜜, 再次地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蜂蜜能够润肠通便,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种食材。 加入蜂蜜的时候温度不要高, 温度高的话, 营养会流失的。 全部凉凉之后, 倒入一个容器里面。 容器需要是无水无油干净的容器, 留意食材的保存, 保存时间特别的长久, 不会腐坏变质的。 我们盖上盖子, 不需要冷冻, 放到冰箱冷藏起来保存就可以。 喝的时候往上挤勺, 加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喝了, 真的是太好喝了。 这里面的食材加入了红枣, 百合, 桂圆, 燃养集体的丰富, 都是女性朋友们, 护肤薄健的好食材。 日常生活中, 我们多做一些, 我们保存起来, 每天喝上一碗。 坚持一段时间后, 让让斑点慢慢的淡化了, 而且周温介绍了很多, 皮肤变得光滑弹性, 红润有光泽, 非常的好看。 这款特别好的去斑膏, 要比我们用一些花壮品还要管用的, 主要是湿疗的, 更为湿液, 而且效果会很好的, 补气补血, 美容养颜, 淡斑, 去老年斑, 去黄鹤斑, 还能够延缓衰老, 新肠服用, 还能够使我们睡眠变得特别的好的, 一定要睡到天亮, 也不起夜了, 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 气色非常的好, 看上去年纪了好几岁的。 红枣是能够助睡眠的, 因为红枣, 具有特别好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能够养心安神, 失眠的患者可以多吃红枣, 能够起到很好的助睡眠的作用, 对缓解失眠有帮助, 红枣还能够保护胃气, 能够起到更好的养血安神, 可用于治疗心肝血血引起的心悸, 失眠, 以及体虚多汗呢, 红枣是一种钥匙两用的食材, 胃肝, 性温, 龟脾, 胃, 鲜精, 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的, 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